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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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TimKey 三个星期没有update新video 我们终于回来了 上集就为大家介绍了 围绕着草津温泉 汤田的景点 今集就来到重头戏 就是草津温泉啦 上片介绍一个私营的动物园 草津热带圈给大家 也是我们来草津的目的之一 看Gap Keeper啦 今次入住的温泉酒店 就是Domi Hotel Vesos旗下的Konoha 这间酒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可以用一个亲民的价钱 去体验一个五星级的享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这间酒店里面的园区 其实就不单止只有Konoha这间酒店 其实它还有一间叫做Tokinoniwa的酒店 这间酒店相对的定位就比较高 而大部分的房间其实都有私人风里 餐店都比较精致的 而Konoha的价钱就比较亲民 应有尽有 但其实Konoha的住客都可以享受 Tokinoniwa的温泉大浴场和太子风旅 所以Konoha就适合我们这一类 只是想浸温泉的人了 一天到来房间 首先就是洗手间 我们的房间就没有配备浴室 如果要洗澡就可以到下面的大浴场 或者去浸温泉的时候用它的浴浴器器 在洗手间再前一点就去到衣柜和厨柜的位置 厨柜里面就有一个没有插电的冰箱 和一些免费的水 那为什么这个冰箱没有插电呢? 就是因为外面的温度比入面更冷 那衣柜里面也配备了一些浸温泉时候用到的东西 例如一些毛巾和一个藤栏 那就可以拿着这个栏两手凤凤进去浸温泉 那我们今次就设计了最标准的房间 所以我们的房间是很小的 虽然它很小 要有的东西都有提供到的 例如有一个很大的梳妆桌 可以两个人一起坐在前面化妆和夹头发 下面也有提供了两套浴衣 可以在酒店的范围里面穿 之后也有提供到一些茶壶 茶具等等 可以用来冲茶或者喝啤酒 酒店铺贴心也有提供到一些小小的零食给我们 另外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酒店的设施 那一楼有一个叫做asahi chuki的休息空间 可以给大家刚刚来酒店或者浸完温泉之后在这里休息 下午就可以在这里拿东西喝 晚上浸完温泉的时候就可以写一个叫做夜明的拉面 那我们拿完一杯咖啡之后休息了一会儿 那我们就出回汤田那里在旁边到处逛逛 那如果大家未看上一条片的话记得去看 那我们在汤田回来之后就去了酒店的餐厅 云海那里吃一个半自作的晚餐 这个半自作晚餐提供了一些前菜和一个火锅 另外还有很多小食就是可以去到外面的吧桌拿 顺带一提它的酒精和饮品都是无限量放提供应的 適合酒鬼 不是我 那我们这次是有给这个自作餐的食物有经验度 因为它很多材料都是来自当地群马院出餐的 一些蔬菜呀植物呀等等 所以吃到一个不同的风味 亦都是觉得不错挺好吃的 那适逢今次是添的生日 我在订酒店的时候也都静悄悄地 向酒店订了一个小的蛋糕 和它庆祝生日 那吃饱头够当然是去浸温泉 我们第一步呢就去了浸这个太子风里 先来一下 酒店的太子风里呢 其实就有分三种的 第一种就是岩石 就是很多岩石 第二种就是足座 而第三种就是光临 那其实我们觉得三种的分别都不大 只不过是景有点不同而已 那最后我们就选了光临去浸这个太子风里 浸完酒店的太子风里又怎么会被它停呢 我们一于继续浸下去 我们就去了大浴场去继续享受它的温泉 那其实呢 原区这个桂枝亭 它里面的共用大浴场呢 里面呢 是有两种的温泉 和有23种不同的浴池 桂枝汤和古枝汤呢 其实两个的泉汁都是偏酸性和含有硫磺的 浸完的话呢 官方声称呢 是可以令你的神经痛 肌肉痛 五十肩等等的问题呢 都可以舒逢的 昨晚浸的温泉真的好不错啦 所以我们在吃早餐的之前呢 又再去多了一次 那早餐呢 亦都是去回云海那间餐厅 到吃一个半置座的早餐 无论是日式的野食 还是西式的野食都有的 那吃饱饱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出发去下一个景点啦 离开酒店之后啦 那我就去实现我的生日愿望 就去草春热大圈里面看小动物 那草春热大圈呢 其实就是我在Instagram上面 一直follow了很久的一个动物园 那其实里面呢 就有很多小动物 它也是全日本海拔最高的动物园 在未正式入热大圈之前 其实呢 就会有一堆猫在那里玩 那它们会等那些人喂食给它們啦 也都会在那里浸个温泉啦 或者在那里打架 那我们都在那里看了差不多20分钟 我们才进去的 我们终于进去这个草春热大圈里看动物啦 叫草春热大圈呢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 被热大动物在里面生活的一个动物园啦 而这个动物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是全日本 海拔最高的一个动物园 动物园里面呢 運用了草春的温泉 令到呢整个园区里面呢 其实都不会觉得好当的 而我们第一步呢 就去了看 这一对烏龟在那里 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啦 那因为园区里面呢 都还有很多动物的 大家呢 可以去到的时候呢 再慢慢看 而我们呢 这次呢 就集中介绍 主角卡比巴拉 就是水团 在我们眼前看到的呢 就是一个新生的水团家族啦 平时呢 他们都会周围跑周围跳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天太冷啦 所以他们都变得很不活躍 那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水团这种群体生物 竟然都会有不适合的时候出现呢 我们就零零四里见到一只水团 竟然同一只曼娜是放在同一个籠里面的 那我们见到他这么没药了 我们就决定 买些资料去讨好他啦 那见到他吃得好滋味都知道 其实 他应该真的好胃食 最后我们在这一个位置 为他们和他们玩 差不多玩了大半个小时啦 他们真是很搞笑啦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看不到他们浸温泉啦 不过这家都没得勉强的 说明是热带圈圆区里面 还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啦 包括猫头鹰啊 鳥仔 鸭仔等等 全部都可以很近距离地见到他们啦 还有他们都真是挺搞笑 比我想象中更加活跃啦 因为通常动物园的动物都不是很开心啦 但是这里的动物你看得出 他们是很多互动啦 还有他们是很好奇的 对于很多东西 之后又被我们找到一堆很小的猫头 他们找到他们的大佬啦 笑死 但是这堆猫头超恐怖啦 不要看他们小小的那样啦 他们行动很迅速啦 还差点袭击我啦 吓死我啦 其实园区也还有很多动物啦 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跟大家详细介绍啦 希望介绍了草津的大圈给大家 认识到原来日本有一个这样的私营动物园啦 那这条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草津的两一一夜之旅是十分之开心啦 又浸了温泉 吃了很多好东西 还见到小动物 完成了猫猫的生日圆满 那这条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条片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